台南市淮宝局藏金阁要招考木工技术储备零食人员因薪水只有22k被质疑薪水太低没有吸引力 环保局表示还有清洁奖金和加班费没有那么低正式禁用后就至少4万元 台南市淮宝局指出22k是基本薪资还有清洁奖金6000元加班费等一般都有3万元 日后仅用为正式队员薪资至少4万左右有保障有期待是值得挑战的一项工作 台南市淮宝局藏金阁回收二手家具后由木工师傅整修或是利用份木料制作家具 每个月的二手家家具拍卖会吸引各地民众来寻宝连二手家具店也来抢购相当具知名度 台南市淮宝局为提升藏金阁废弃物再利用功能以公告招考两名家具木工技术 储备临时人员只要领有国内并以以上家具木工技术市既能显定证照都可报考 报名日期自11月15日至20日以绿彩邮寄报名 真是紧张即表现请上淮宝局全球资讯网网址 httpwww.tnepb.gov.tw. 讯息公告区查询下载或于上班时间至淮宝局东区永华办公室 新营区明治办公室或劳工局直讯就服中心服务台免费索取 环保局表示这次招考的木工数储备性值每月基本薪资2万2千元 禁用后需经三个月试用期成绩不合格者部 与雇佣工作内容包括大型家具挑选修运回收家具拆解修复及其他环保相关工作 真是项目包括面试占10%工作认知家具修缮相关尝试及现场实作占90% 环保局提供机具及木料现场测验木制作品限时三小时内完成一尺寸的精准度作品的精细度及完成速度 平分但有人认为能在三小时内完成木工作品功夫一定不差 但只有22k未免薪资太低认为没有吸引力 台南是环保局藏金阁招考木工因基本薪资仅22k被质疑太低 记者正会人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